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对于薛之谦来说 愿望有多简单 就像番茄加两个蛋 而对于喜欢薛之谦的人来说 愿望就是薛之谦一路唱下去 2005年对于华语乐坛而言 无疑是惊喜的一年 选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观众眼前 对于许多人而言 薛之谦则成为了那年夏天 最难忘的选秀男歌手 2005年我行我秀的海选现场 一个大男孩穿着宽松的衬衫 抱着一把吉他 唱着自己的原创歌曲 那时候的她是幸运的 所有人都在期待她下一首作品 能在盛夏观赏一场认真的雪 选秀落幕 2006年薛之谦包办了六首曲和五首词 出了梦寐以求的首张个人专辑 其中一首认真的雪让她红遍大江南北 一夜爆红后薛之谦成了颁奖礼和各种邀约的宠儿 在选秀云集的2006年 薛之谦在腾讯网星光盛典中读获最具人气偶像奖 雪之谦 雪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 可我在乎今后那样谁背 薛之谦 你过得好吗 深深爱过你 三张专辑都带着薛之谦苦情歌王子的烙印 那时的他被称为拥有天赋 并且能够利用他创造价值的人 2008年薛之谦出道三年 开了第一场演唱会 座无虚席 一切似乎都在朝完美的方向发展 出专辑 拿奖 开演唱会 接不完的商演 可那一年似乎花光了他所有的运气 美好戛然而止 凭借自己的才气 虽然作品不断 可每一首作品都像是被安静地埋在了认真的雪里 无声 无息 薛之谦慢慢淡出了主流舞台 这种变动对于热爱音乐的薛之谦来说 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但感恩于公司前期的栽培 在大批同届选秀歌手一一离开时 他选择为了情意坚守 这几年薛之谦成了薛老板 开网店卖女装 开火锅店 拿赚来的钱去媒体上打歌 出唱片 而现在的他不仅是火锅店老板 还经营了网店买淘宝女装 但这一切却是只为了持续自己看似简单的音乐梦想 我其实做火锅生意再好 我只OK 服装店生意还好 OK 我觉得我只是尽力去做自己事情 但最开心就是大家听我的歌 如果我一天在公交车站旁边站着 有个男的在哼我的歌 我觉得我觉得很开心 如果这孩子懂我 这男孩懂我 他知道我在干嘛 那是一个生活的概念 我愿意为这一瞬间去付出很多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 那时的薛之谦 也许想问命运 你还要我怎样 但只要能够继续唱歌 对于他 一切就都变得值得 爱过你很值得 我觉得哎呦成功了 有人开始回暖 开始听我的歌 我很兴奋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机会 我可以回来做 做歌手了 我坚持了十年 太棒了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掩饰而不见 在比一个最爱你的人 进行表演 什么时候 直到2015年 他再一次爆红 而这次却是因为段子了 对 比如说我之前 只有一首认真的学 让大家是算是流传过了 对吧 后来我就过期了好多年 对吧 然后这次又回来了 当然了 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因为以前的公司之类的 可能他并不是很专业的去 对不对 说回来 三二一走 所以呢 这是直播啊 对 没关系 显得你很真诚可爱 这是直播 为什么没人一开始告诉我 就是 命运终究还是会垂青 怀揣梦想永不放弃的人 千约海迪是他音乐道路 新的起点 终于 时下的年轻人们 又开始听他的歌 演员MV点击量 近两千万 同一时期出没在八九档节目里 超额的完成导演给的每一个任务 吴怨言的伴丑 为的还是能让更多人知道他 进而喜欢他的音乐 只为了见缝插针的大哥 他太爱音乐了 我推了三个通告 调出了两天的时间 昨天晚上连夜赶到了无期 是吗 因为从来没录过这么红的节目 想好好表现一下 没想到死得这么难看 从一出门到现在 就在牢房里面出来过去 不觉得兜兜转转了十一年 十一年来有了微博微信 人们可以在这些社交平台上 见到歌手不同的一面 十一年来 数字音乐已经成为了流行乐的主要形式 偶像换了一波又一波 十一年来 唯一不变的是薛之谦对音乐的那份痴迷 他的愿望很简单 好好唱歌 徐志谦 我们期待你在作战把偶像里尽情地唱 唱着我的卑微 也许难消退 其实我并不在意 有很多机会 我该变成什么样的